题目是道韶山 实际上是一首回乡的诗 他要用写故乡的变迁 来概括这个家国的变迁 他概括从1927年 大革命失败以后 他走上了井冈山 一直到1949年 22年的历史 用两句话就概括了 叫红旗卷起龙奴旗 黑手高悬霸主编 反压迫反压诈 推翻三座大山 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主席一家六位烈士 他们的牺牲的年代 分布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各个阶段 比如是像杨开慧 毛泽谭 毛泽建 这都是在土地革命时期 那 毛泽民是在抗战时期 毛楚雄 这是最小的一个 19岁 他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包括还有毛岸英 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 某种程度来讲 主席的这一家人 代表了中国革命 在他的历史进程当中的 广大的民众 为了新中国 他们所献出的自己全部的生命 他们是他们其中的杰出的代表 所以 写的是回乡 但表达的是什么呢 整个中国 在二十世纪 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 落点落得非常的好啊 虽然说 未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唤星天 但未来 是建设 喜看到树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邪 这就是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人民 永远都是历史的主人 人民 也永远都是 这个时代的英雄 这 就是 毛泽东 以及他带领的 中国共产党 对于历史 对于中国历史 做出的结论 谢谢 谢谢